12岁的男孩肖恩是个狂热的怪物迷 不管是东方的僵尸还是西方的吸血鬼 他全都了如指掌 他对一切东西都充满着奇妙的幻想 就连接对面的那个孤僻的德国怪老头 他也会幻想人家是个间谍之类的 总之在肖恩的世界里面一切都是神秘的 他和其他有同样爱好的小伙伴 组成了一个专门研究怪物的俱乐部 并将树上的小木屋当成他们的秘密基地 一天肖恩回到家 妈妈说在邻居家淘了本书给他 感觉他应该会有兴趣 肖恩一看是本关于吸血鬼的日记本 作者还是最厉害的吸血鬼猎人范海新 肖恩开心快乐 但是日记本上全是德文 他一个字也看不懂 晚上一家人有一个家庭聚会 但是作为警察的爸爸 在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就离开了 去到警局后 一个人在大叫着自己是狼人 要求警察将自己关起来 这么神经质的要求 警察当然没有答应了 没想到那人突然发起狂赖冲向人群 警察只好开枪打死了他 但之后运送尸体的时候 尸体却不见了 而运尸官也被杀害 后来博物馆又报警说 丢失了一具两千年的木乃衣 这让肖恩的爸爸十分头疼 两具尸体难不成还会自己跑了 回到家之后 妈妈又开始责怪爸爸 她埋怨爸爸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家庭 肖恩在隔壁听到了俩人的对话 意识到这两件案子绝对不简单 她通过字幕推算猜测是吸血鬼 德古拉伯爵苏醒了 这两件案子肯定和德古拉有关 她将自己心中的猜测 说给了小伙伴们听 其中年龄最小的小孩 急忙告诉他们 自己在家中的橱柜里 看见了木乃伊 她很害怕地告诉了爸爸 爸爸却不相信 以为她做噩梦 之后呢 木乃伊就从窗户逃走了 听完小孩的话 几人更加确定了肖恩的猜测 为了拯救世界 他们决定从范海鑫留下的日记本下手 但是他们看不懂德文 几人无奈硬着头皮 去找那个孤僻的德国怪老头 没想到怪老头不仅和蔼可亲 还十分热情地帮他们读了日记 日记上说 只有在明晚午夜之前 找到护身符 然后再让一个女孩念出咒语 召唤出可以吞噬邪恶的时空之洞 这样才可以拯救世界 说完几人开始行动 他们准备了一些武器防身 但去哪里找到一个女孩呢 就在几人苦恼时 他们遇见了肖恩的小妹 而小妹的身后 还跟着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 几人吓得够呛 赶紧躲了起来 但没想到怪人竟是小妹的朋友 在小妹的介绍下 怪人加入了他们的怪物小分队 而怪人的出现 也让他们肯定了德古拉的苏醒 原来怪人就是被德古拉派来 抢他们手中的日记的 但因为怪人天性仁慈 被孩子们的可爱善良所感染 就这样和他们成为了朋友 在怪人的指引下 孩子们找到了德古拉的藏身之所 但他们一走进去 就被德古拉察觉了 德古拉首先用机关 砸死了背叛他的怪人 然后和手下的狼人 以及女鬼围住了孩子们 孩子们在惊慌之中 碰到了一个机关 掉进了一个地下室 没想到在那里发现了护身符 几人就这么误打误撞地 拿到了护身符 之后在怪老头的接应下 几人逃去了教堂 暴怒的德古拉 报复性地炸掉了 萧恩他们的秘密基地 并带着手下来到教堂 对付萧恩他们 就在危急时刻 萧恩的爸爸出现 阻止了德古拉 但德古拉十分地强大 萧恩爸爸根本不是对手 与此同时 怪老头急忙教萧恩的妹妹念咒 但咒语还没有念完 德古拉就出现在他的身后 德古拉打伤了怪老头 一把掐住妹妹的脖子 就在危急时刻 怪人出现了 他将德古拉重重地插在了钢筋上 而怪老头赶紧爬起来 教妹妹继续念咒语 怪人和妹妹似乎也感应到 即将到来的分别 十分不舍地拉着彼此的手 很快咒语完成 空洞出现 德古拉和他的手下 全部被吸了进去 怪人自然也没有幸免 最后妹妹将自己 最喜欢的玩具丢进了空洞 或许是想让玩具 代替自己陪伴怪人吧 《降妖别动队》 和中国的经典之作 《僵尸先生》处于相同年代 其中的寓意也同样引人深思 孩子们的世界总是充满想象 尽管大人们一直在说 科学才是真实的 怪物是虚构的 但他们一直在和无聊的 真实世界做斗争 而怪人弗兰肯斯坦的形象 似乎也在寓意着 在孩子们的世界里 万物皆可为英雄 好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